这次立法院吵吵闹闹 为了就是吵这些条文 这条文呢 三读通过的一个场景 给各位看一下 立法院执宣修事法 征定第29条之一 第30条之一 第46条之一 第46条之二 第50条之一 第50条之二 第53条之一 至第53条之三 第九章第一章名 第59条之一 至第59条之九 及第74条之一条文 并将第二条 第15条 第45条之一 第15条之二 第15条之四 第22条 第23条 第25条 第26条 第28条 第29条 第30条 第31条 第44条 第8章张敏 第45条 第46条 第47条 至第50条 第51条 至第53条 及第57条条文凶正通过 就是这一锤 让民进党决定住下来谈了 因为很重要 所以是我们看三遍 整个法案过了 不要太高兴 因为我们的法案通过后 还要送到赖清德及行政院那边 经赖清德公布后 使人生效 不过一般三读通过制法律 条文内容 经合订入 依规定 送到赖清德及行政院 如果行政院会提出复印 那赖清德应收到后十日公布 不过呢 那个法律经过赖清德公布后 并不是马上可以生效 以中央法规标准法第13条的规定 法规明定是公布或发布的私情日 至公布或发布之日起算第三日起生效 统法另外这个统法第14条的规定 规定定定市情日起 或与命令特定市情日起成 是该特定日起生效 发生生效 法律一旦发生生效 所以你们就不许介绍 重点 行政院他会不会呼应你 这个才是重点 好了 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下次影片见 记得关注我的影片 同时帮我按个赞 分享给你的亲友和我的频道 感谢您